一個嬰兒幾歲 牽到海鮮 很順暢還要堵死刀 手腕綁著紅線 跟她那女兒綁在一起 黃色小指的事 放在地標板上面 立鬼索命不得好死 你真的嚇什麼 可以拖愛小孩子 她已經設定她的人生 最後一天就是那一天 除了交集不配合以外 還積極地去挑釁法官 只要她有出去的話 她會跟前妻的成家 沒完沒了 2016年12月 李鴻基照判死 病驗 2018年槍決伏法 在高雄看守所 依法執勤完畢 她要死你就讓她死 這樣其實不是有點兒戲嗎 本週日晚間8點 台灣啟示錄 李鴻基殺七女之 蔡政府第一槍